另外我国驻美国堪萨斯办事处处长刘珊珊的虐拥案 在美国时间18号再度的开庭 在庭上刘珊珊提出了跟检方达成了认罪的协议 并且表示愿意赔偿两名非劳大约8万元的美金 以换取缓刑还有遣返出境 不过本案成审法官凯斯则是裁事 延后举行法院是否接受协议的审判庭 而这也让刘珊珊希望能够赶快回台湾的希望 暂时落空 因为涉嫌外劳契约诈欺案 遭美国积押的我国驻Kansas 办事处处长刘珊珊 在美国时间18号再度出庭 外交部专案小组与刘珊珊的包妹 也倒庭旁听 法庭上刘珊珊承认罪行 并向法官提出和检方达成的认罪协议 将赔偿两名费用八万美元 以换取缓刑遣返台湾 不过本案成审法官凯斯多次质问刘珊珊 是否了解协议内容与后果 并提醒刘珊珊未来一个月内 仍可撤回认罪 接受正式审判的机会 最后法官运用良刑前的审议权 延后决定是否接受协议 并将刘珊珊还押拘留所 法官散布接受刘珊珊的认罪协议 使得委任律师瓦克恩希望让刘珊珊尽快返台的诉讼策略目标 暂时落空 我肯说 并不惊讶 但下周美国感恩节假期将至 再加上审议权最长可达七十二天 他希望法官能尽快考量 接受认罪协议 我肯也表示 刘珊珊停后沉默不语 感到不安 不过刘珊珊已经了解 可能的最糟状况 记者张志宸 吴家宝综合报道